可能是個性使然吧 我不太喜歡那個狀態是 好像看到有一個受害者被圍毆 看到了一千萬我才決定 把事情說出來 那個時候會擔心自己也被告 我是一個很悲觀的樂觀者 如果我真的要負債一千萬 那我就想 應該可以分期付款吧 如果我沒有決定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接下來的人生每一個晚上 我可能就 會睡不著 那樣的內耗 可能才會要了我的命 不管是大牙還是圓圓 真的都堅強的讓人心疼 前微風女神郭圓圓去年六月 因MeToo事件出面力挺大牙 發出長文指控成招黑人陳建州姓騷 而她今天出席自己的新書記者會 也是首次在媒體面前 提起當時的心情 大牙事情還沒發生之前 你有曾經想要就是 勇敢說出這件事的動機過嗎 我 MeToo是整個運動在開始的時候 我是決定以一個支持者的角度是不具名的 我支持這個運動 我支持所有受傷的靈魂為自己說話 我沒有想要特別由我的名字來說出一個特定的故事 其實說實在的 如果我沒有看到一千萬的話 我沒有想要特別讓自己具名在這件事情上 但是可能是個性使然吧 我不太喜歡那個狀態是 好像看到有一個受害者被圍毆 所以我就看到一千萬我才決定把事情說出來 對 我是那個提高的動作 讓我決定要進行這件事情 對 你會擔心 那個時候會擔心自己是最高的嗎 我當時是 因為我是一個很悲觀的樂觀者 意思就是 我決定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會把狀況想到最糟 那到最糟的時候 我會 例如說 我決定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想著 如果我真的要負債一千萬 那我就想 應該可以分期付款吧 那 但是我之後就沒有工作了呀 但是我以前我有做過打工 而且我學習能力很強 那我就可以支付那個金額 那就 對 這時候那個很樂觀的我就出現了 所以 再加上 如果我沒有決定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接下來的人生每一個晚上 我可能就 會睡不著 或者是很後悔 那那樣的內耗 可能才會要了我的命 所以我才會決定站出來這樣子 而對於黑人老婆范范 在事後發文駁斥一事 袁元錦表示 當她發出那三千字 說出自己想說的以後 其他的就不關自己的事了 但也透露自己 除了加油打氣的溫暖之外 也有收到不懷好意的 恐嚇訊息 訊息 恐嚇跟死亡 威脅倒是都有吧 但是一方面我也 有了心理準備了嘛 也有所覺悟 一方面 如果我收到了一百個攻擊 但是我有收到一萬個 溫暖的鼓勵跟支持 所以我可以自己決定 我要把哪一個放在心上 我就決定了 對我來說很營養的那個關懷這樣 對 死亡威脅大概是哪一種類型的訊息 方向大概是 就是譬如說 呃 傳那個刀子啊 刀子 對 然後可能 有那個血的畫面等等的 對 然後恐嚇你說不要再講下去 或之類的 其實內容我不太記得了 對 但是就是 我知道他想表達什麼 但那就是他的事 我的心定新聞 是因為我覺得我有所覺悟會收到很多的攻擊 但事實上我覺得我收到的是 排山倒海而來的溫暖 這件事反倒讓我很 感到很惶恐 但是是 非常感謝的 我覺得我收到的溫暖 已經比我做的事情 大太多了